外交部部长塞福丁阿都拉透露 他用国文写信给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的同时 也附上了英文附件 因此对方在阅读大马公函的时候 无需翻译或使用马来文英文词典 网络媒体The Vice报道 塞福丁阿都拉今天澄清 他发给布林肯的马来文公函 附上了英文附件 因此布林肯不需要别人帮他翻译 他也强调大马政府在国际上推广马来文 并不代表政府将抛弃英文这个国际语言 为了响应首相伊斯麦·查比里的号召 塞福丁阿都拉昨天在明子处分享 他用马来文撰写公函的照片 并写道 我今天用马来文撰写公函给美国国务卿 这是我第一封用马来文写给外国部长的公函 符合伊斯麦昨天在国会上议院发表的声明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